嗨大家好,我是最善意頭髮的髮型師,我是史蒂夫 今天我要幫我們的老倫敦直播一節 婷姐來幫她換一個新髮型 那基本上婷姐有幾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她的自然捲其實蠻嚴重的 超嚴重 超嚴重 很驚人耶 遲早要面對的 這個還不是最可怕的狀況 最可怕是洗好頭吹完的樣子 她的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她的自然捲都在她的前側 所以她每天早上都要 整整整整整去夾子啊 或者是去催整她 不然早上起來都是爆炸的 妳是自己很會整理嗎 還是都有人幫妳整理得很好 都有人幫妳整理得很好 自己會整理 因為我有跟她相處這麼多年 跟誰 跟我的自然捲相處這麼多年 那妳有沒有想要大概改什麼樣的髮型 我想要俐落一點 如果可以越短越好 可是因為我頭太大 所以好像也不能多多 蛤 妳怎麼這樣說 是誰跟妳說妳頭太大 妳不是每天都跟我說我頭太大嗎 就是我 蛤 妳怎麼這樣說 蛤 妳怎麼這樣說 我是覺得她的頭型真的比較大一點點 太短的話 其實會覺得看起來比較笨 就是頭比較大可 就是一直跟我說 我如果剪耳頭會更大 這是事實啊 OK 這是事實啊 然後像她之前就是染那個耳圈染 加上她一直夾頭髮 所以好像都已經有點爛掉了 耳圈染應該爆掉 對啊 沒關係 等一下再修停一下就好了 會幫我用厲害亮水嗎 會啦 一定要厲害 不然都慢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做的步驟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先把它清掃出來 自然覺得很燙子 接下來就是她說她想要染一個那種 冷茶色 茶棕色那種 就是比現在的髮色再更深一點點 因為你可能覺得退得太黃太淺了 對 現在看起來沒有質感 好交給我 那我們先做護髮吧 先做燙子的部分 GO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軟化了 什麼叫完成軟化 就是還原劑啦 讓頭髮還原成她原本的樣子 我們看一下我們評解的 自然捲到底有多誇張 然後保護當事人 我把眼睛射起來 很扯耶 難怪每天都很困擾耶 好值得整理喔 天啊 所以你每天早上都是這個狀態 然後夾離子夾 對啊 天啊 辛苦了捏 這樣子能看嗎 好我現在已經夾完一邊了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對比到底有多嚴重 好 我們現在就是先燙完了 你才已經獲得她夢寐以求的指法了 我覺得光澤度非常好 然後我們是用有機模式的 永續燙法藥水可以燙 那像她的頭髮 其實我已經燙直很多次了 那之前每次燙完 都會產生那種乾乾的 每次這樣摸就會覺得她粗粗的 吹乾沒多久 然後就整個這樣發尾在毛罩攤開來 那我覺得永續藥水做這個部分 效果確實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光澤度非常好 她的頭髮下面已經 壞掉爆掉了 一定得要剪掉才行 好那我接下來就要把她 頭髮先剪短一些 你想要剪多短 放得起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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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上精品的柱乾坦 呵呵 好 絕對讓妳配得上精品好嗎 好 好 好 每次要直播前放下來 然後看一下頭髮狀態 想不算 還是綁起來 好 嗨我是卡特 我們染完頭髮之後呢 隔一週完之後我們來做護髮 那今天幫這位 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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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護髮是金幻魚 那金幻魚它最主要是 比較針對那種頭髮很受損的 在做使用 那今天我會跟我的同事 他是用我們兩個一起做 金幻魚的部分這樣子 我們前面已經生操作了012劑 那他最主要都是在填補 胺基酸跟腳蛋白 還有一些 那個 呃 碳水化了 不是 就是填補胺基酸跟腳蛋白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接著做霧化的部分 那霧化最主要是用 分子比較細的 RO水 然後去快速打入到我們的頭髮裡面 最深層的地方 那我們接著做霧化囉 我們現在已經是隔了一個禮拜 我們停解回來做金幻魚的護髮 順便要看一下他的頭髮有沒有反眩 因為之前如果用過保濕的藥水球去燙的話 他的頭髮很容易隔了一個多禮拜的 又捲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之前髮子很差的地方也都控制了 好 但在這個中間啊 在這一個禮拜的期間 發生了一些事情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在那個沙加馬台 跟他調婚 然後這個影片被很多媒體轉發 那這個過程中 你姐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轉發 你覺得有什麼改變嗎 有些人是有傳訊息給我 看在網路上看到我的影片恭喜我這樣子 我有朋友看到然後說她哭欸 很多很多女生都有說他們看到哭 可是我本來是有想說 除了我當事人看了想哭以外 原來其他人看了也會想哭 沒想到後座力這麼強 對啊 你不要看他留一個小鬍子 好像很MAN的樣子 我們之間的角色扮演應該是 他比較像女生 我比較像女生 看你的狗屁 真的啦 他比較像 哪這麼嚴重啊 我是指 當然他的工作能力啊 處理事情的能力是很好 可是個性跟想法上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我比較像男朋友 你比較像女生欸 我不許你這麼說 我以為只是因為我愛吃甜點 不是不是 愛吃檸檬塔 所以被你稱呼為少女 結果現在已經變成連個性 什麼 留個鬍子 連個性 都這樣叫你 因為他比較像女生 很情緒化 愛鬧小脾氣 然後很喜歡吃甜的跟酸的 就是這些橘子行為加起來 然後耍無賴這種部分 都很像女生 可能是對你而已吧 嗯 是嗎 嗯 卡特是不是只對他而已 你不覺得他像女生嗎 有時候 對啊 我上班情緒已經很訝異了 還情緒化 可是你是直男界裡面的少女 OK 這個答案我會接受 好 那我們髮型的部分啊 因為他本來還是有一些受損的地方 所以我又再修短了一點點 整體的髮型 他就是一個 其常的中長髮 然後搭配上他的指定色 黑茶色 像耳圈染的地方啊 因為我是用同一碗染膏上的 所以他現在這個耳圈染的地方就變成有一點灰色的感覺 還蠻好看的 蠻適合他的 是嗎 是你要的樣子嗎 我覺得蠻有質感 而且這個耳圈染 因為他很淺的樣子 其實我已經有點膩了 這次蓋這個黑茶色 嗯 黑茶色蓋過之後 剛好耳圈染的地方 他洗完退了之後 變了一點霧感 可是還是偏省的 跟我底色沒有太跳 看起來蠻協調 我還蠻喜歡 好啦 那看起來是很成功 那我們髮型的部分 就完成了 好啦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請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兩個的IG喔 好 掰掰